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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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名人就说 我就调查这我不往下走了 我就这么大本事 我以为这事情就这样 那也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回归到 类似我们说的军权神兽的概念 最终就落到一个人的品质 那so far到现在 我相信所有朋友看到 他如果敢碰走到这步的话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有着一种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他是巴尔树立的 大家知道跟川普之间的冲突呢 几乎所有人 反正喜欢川普的人就不会喜欢巴尔 对吧 不会喜欢巴尔 而巴尔在离开 这个 离开司法部之前 2020年的12月25号 他就用了他的所有的权力 作为司法部长的权力 就把这个达勒姆做了一个 安排成不可撼动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包括拜登 拜登也不敢碰他 这是美国法律规定 所以你如果从那个角度上来讲 那你说巴尔是好是不好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朋友们简单说一个人好和不好 在这种环境当中是很难的 就是站在我们个人的感觉 甚至利益上很难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 跟朋友们强调就是 人要善良 对吧 人要善良 人要真正的是信仰 这个现在的故事 已经超过了我们以为的故事了 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认为 希拉里应该接受调查 那我们就不知道 这三分之二的人 是在什么背景之下 他这么讲的 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故事 就是达勒姆现在被达勒姆 作为法庭文件里面涉及到的人 美国当年的 当时的FBI的局长 CIA的局长 FBI的调查局的局长 那司法部的监察局的局长 都在其中 然后包括你现在现任的美国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美国的总统 副总统 奥巴马 跟这个拜登都在其中 那你现在拜登作为总统 你就会发觉 如果这么往下调查抓的话 会把今天的整个美国政府 估计得掀掉多一半 他是异本人 所以你先掉一堆半 那你将意味着什么 其实会直接会触及到 目前的美国政府 是否具有它的合法性 这是政策研究所新的民进调查 66%的民主党人 在有关希拉里 释出制造川普通俄门的方式上 以诽谤的概念所产生的任何作用 都应该被调查 66% 那他说 10月份曾经去年10月份做过调查 增长了20% 那作为普通的民主党人 他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理念 他民主党的上层的 这种权力的勾结做法 我相信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从利益的角度 党派利益的角度 他们可能认为 他们是一种手段方式跟能力 对吧 无论是奥巴马 无论是希拉里 克林顿 他们都会把它解读成是一份能力 但是在这种没有信仰背书之下的能力的展现 咱们看到是一种另外故事的时候 我相信说法就不同了 最新的法院文件显示 达勒姆调查准备证明 那希拉里竞选团队 跟一位技术执行人渗透白宫 纽约的曼哈顿的大厦 这个事就不一样了 上任之后 试出进入白宫服务器 获得数据 并将数据留给人们营造出 川普跟俄罗斯之间关系的邪恶印象 转移希拉里在2016年有关电邮门的丑闻 那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等到了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们就结合在一起 另外一个说法 说为什么他到白宫之后 就是川普获胜之后 到了白宫之后 那希拉里这个团队还要这么继续干 因为事情出现了变化 当初有一个客观状况 希拉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输的 包括奥巴马 他们都没想过自己会输的 再加上这么一份手段 所以民主党人是不择手段的 在当时的奥巴马跟这个拜登 他们是整个完整的自己的一个团队 动用了国家的力量进行调查 对吧 那有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 FBICIE当时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事实 这是没错的 到底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当整个人员已经被奥巴马 在经历八年更换之后 所以他们认为胜券在握 结果没想到输了 那输了 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说 希拉里所营造的整个一手制造的通俄门 包括沙里文一手制造推动的这个通俄门 对不起 如果有什么破绽的话 那是承受不起的 特别是川普成为了美国总统之后 而希拉里夫妇呢 跟川普之间的曾经的私人关系就有过关系 都在纽约都是美国顶尖的头面人物 所以他们知道他的性格跟秉性 那只能往死了打 就是本来没想到会走到这步 结果当事情输了之后呢 也就变成了他只能往死了打 所以就出现了穆勒啊 这些独立调查人员 这些就你会显示会感觉出 在20112016年 奥巴马离开白宫之前 当时的包括司法部长都在其中 是故意设立穆勒这样的所谓通俄门的事件 独立调查员 所以这是完成议题的 在这样一个完成议题 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 以假的方式最终做实 永远不让他翻把 所以这是无可奈何的 从而就变成了 士徒还要进入白宫 那么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都可以给他连上 那反过来到了2018年 为什么穆勒作为通俄门的调查员 他却发现不了这些事情 也就变成了穆勒本身 当时司法部长定的 特别调查员的本身 可能就是罪恶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你今天如果对希拉里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调查的话 就会把整个民主党翻盘了 91的共和党人要求进行调查 65的独立人士要求进行调查 这比例很高了 71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表示 重要的是让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远离任何政府的业务 我觉得这东西拐弯了 46%的美国人认为 媒体在报道做的相当的差劫 这个就拐弯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拐弯了 但他的调查的故事本身 很显然是打击今天的民主党 是打击今天的拜登所牵关的一切 所以如果真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调查的话 独立人士跟民主党人都要求去调查 再加上90%的共和党人的话 那就会其实会把民主党人先翻 反过来民主党人自己呢 大多数人呢 并不知道他们上层的腐败 就是不认可不知道 所以带有了一种 意思说换个角度说吧 在调查结果出现的时候 可能会促成 大多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脱党 离开民主党 因为他们同样会认为 他们的顶上层建筑 把他们给骗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